撲空撲空又撲空 說好的郭霞沛連署啟動 前一天晚間以資安演練為由 臨時喊咖 讓一早興沖沖跑來台北總站的民眾 很錯愕 抱怨沒收到嚴後連署通知 門敲了又敲工作人員 才趕緊把人請進去 又是地水又是賠罪 國辦也緊急出面道歉 要再做資安跟違案的演練 以確保最高規格的嚴謹 保護民眾的個資 我們要打有準備的仗 不能有金錢對價 不能有不正利益 不能夠有偽造個資的情形 特地澄清不會有對價關係 畢竟先前傳出郭震營以每份聯署書 兩百元委託公關公司協助 平面媒體進一步調查 說這兩百元是額外獎金 但就怕遭刻意操作 傳出郭辦已經暫緩 不過郭團隊潛藏危機不止這 聽郭要找張榮衛謝點玲等人 傳出遭朱立倫以收籠組織 挹注手段要求協助郭台銘完成聯署後 就得集體跳船 國民黨只敢去恐嚇自己的黨員 我們絕對會正面應戰 面對烈解聲浪不斷 郭震營強調權力備戰 但從啟動聯署第一步就落殘 三立新聞 黃雲帆 讓我們去英特兒報導